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叔的頻道 凍豆腐你經常吃嗎? 今天咱們來做一個素材 凍豆腐燉大白菜 燉出來的凍豆腐比肉還香呢 大白菜簡單的先來切幾刀 直接切成大方塊就可以 然後呢 熱鍋里加油 油可以適當的多一點 把白菜下鍋翻炒 當白菜都裹上油之後 適當加一些調味料 蠔油一勺 生抽一勺 鹽一勺 味精一勺 其他的調料就不佳了 翻炒均勻之後 把凍豆腐也下鍋 小火慢慢的燉上 凍豆腐燉白菜不用額外的加水 白菜會吸出很多的水分 要說這凍豆腐其實也不用專門去買 只要買三塊錢的豆腐回來切成小塊 如果講究點的放到鹽水里煮一煮 我一般都是直接切小塊之後就放到冰箱里冷凍了 不管是蒜火鍋還是燉菜 這凍豆腐絕對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比肉還好吃呢 小火大概燉上十分鐘 白菜已經很軟爛 凍豆腐也已經充分的入味了 好了可以出鍋了 這一盤凍豆腐燉白菜雖然是百分之百的素材 但泡米飯吃卻格外的下飯 不信你也試試 同一個廚房不同的主張有什麼問題請留言 歡迎轉發點個贊 最後別忘了下期內容更精彩 記得關注三叔 我們不見不散